我發現了一個很誇張的東西 10塊錢的食物魚丸湯 一定要來喝一下 來一碗10塊喔 絕對好吃 好值得來吃 一碗10塊太誇張了 我沒有看過這個價格 倒點是它裡面還有蘿蔔耶 好好吃喔 一千CP值最高 我現在是冰淇淋大夫喔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蘭芯芸 猜猜我今天又到哪裡啦 今天來到了彰化鹿港 當然我今天要先歡迎我們 今天的特別來賓 嘿這是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最小特別來賓可愛吧 小屁股 就用一個小包包裝它的小屁股 好啦我們今天來到了彰化鹿港 我也好久好久好久沒有來到鹿港了 今天想要帶大家去吃一些 我以前來到鹿港會吃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前往鹿港老街吧 Let's go 來買我們第一個美食 欸其實這一間我沒有吃過啦 只是我剛剛經過然後看到這一間老闆 賣的好像蠻不錯的 超便宜三隻120 平均一隻大概多少錢 40塊 40塊喔 好扯 好扯喔 40塊玉米現在好像很少買得到欸 這一隻玉米至少七八十 一百多 欸這是我喜歡吃的 表皮脆脆香香的 這應該是糯米玉米 我喜歡吃糯米玉米 我喜歡吃糯米玉米 因為我覺得軟軟的很好吃 就不會到太硬 OK我們出發下一家 go 我超久沒有來到這一間店 真的很久很久之前我有來過 然後都是吃這一個 就是見小二 然後呢這一間蠻特別的是 它有泡菜肉包 還有蛋黃肉包 但我今天要買的都不是這兩樣 我有我的偏愛 我要買竹筍 買一個就好 多少 22塊喔 哇22 OK 謝謝 好 好 不太知道為什麼鹿港 就是這麼多肉包欸 我們剛剛鹿 鹿前面已經一間了嘛 然後現在店小二又一間 來看一下對面 又一間 鹿鹿走過來至少三四間有了 對啊 所以這邊的人很愛吃包子 我不知道欸 我之前來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有一點特別 這個就是我喜歡的包子 包子皮 就是我喜歡吃這種鬆鬆軟軟的 我比較不喜歡吃那種扎實的 我掉很多欸 來第一口皮先給你 你沒有來過嘛 對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裡面的肉 也是很好吃的 這就是這個味 它就是以前回憶的味道 它這一間的內餡有點偏甜 但我覺得整體而言它算是合力的 好吃的 OK 我們 能進下一間 這個就要給你了 今天努力吃啊 GOGOGO 是包子店 真的到處都是包子店欸 所以每一家都這麼好吃嗎 其實我不知道每一間的風味 但我只有吃過那一間 如果大家有推薦哪一間包子特別好吃 可以告訴我 我們下一次再來 中華麵茶米蕾耶 我們是不是應該吃一下感覺很酷耶 人好多喔 米蕾你有吃過嗎 我沒有 真的假的 你有吃過嗎 米蕾是在吃什麼的 我以前是吃那種文具店賣的小甜 小電心 文具店賣米蕾 賣吃的 對它是那種小零食 一包黃黃的 然後你是用吸的 然後我通常吸到都會嗆到 那好像課藥喔 對然後你也可以把它加一點溫水 然後變狗狗 然後你現在在吸你 差不多說我們就直接去拍一下吧 因為我也沒有看過 走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店耶 蠻酷的 而且它還有隨身包耶 這間超復古的耶 可以看一下它裡面的那個裝潢 請勿入內 對 只是外面微微這樣子看 其實感覺蠻酷的 它裡面那個櫃體啊什麼 感覺都有一點黏黏黏了 然後我們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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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 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吃耶 它都是這樣糊糊的嗎 就是 對 對沒錯 它就是會勾勾這樣子 它裡面是不是還有加芝麻 芝麻 然後 我小時候覺得它很像花生啊 所以這是花生做的嗎 其實我不太清楚 成分是怎麼 你可以試試試看 它真的有分冰的跟熱的耶 冰的我也知道 我這邊才知道 我以前都吃熱的 沒有 因為我剛剛看到有人就是直接用 一杯一杯喝的 嗯 蠻奇妙的味道 真的是蠻像花生 就是很像 花生加芝麻的那種感覺 對 其實蠻好吃的啦我覺得 然後買一個剉冰 對 然後買一個剉冰 有一點不太知道是要怎麼吃 這就是我一開始跟你說的 我小時候吃都會被這個粉嗆到 我比較喜歡吃冰耶 我覺得冰比較好吃 我覺得冰比較好吃 我比較喜歡吃蒜 對 我比較喜歡吃蒜 蠻香蠻順的 我覺得還蠻不錯 欸我沒有吃過這種昏桂耶 這怎麼賣 那我要買一盒 欸它有昏桂冰耶 所以昏桂是用這個做的喔 一般外面很重要的 嗯 好酷喔 原來昏桂是用這個東西做的耶 欸這一間也蠻酷的 廢花尿 喔 喝的嗎 我不知道啊 我們好像都還沒進去 都會卡在這邊的耶 怎麼辦 好酷喔 就是要來這邊逛 就是這樣 就是正常的 OK 就是這個 我在IG 我有幫你查到的這個 榴槤冰嗎 地球冰淇淋 喔 這就是它 它是義式的冰淇淋 好啊好啊 那我們買來吃吃看 重點是它有榴槤耶 榴槤冰很臭 好好笑 覺得有點太誇張 我站在這邊已經聞到榴槤味了 所以你還是受不了了 不買冠軍了 那我們先買地球好了 好 抹茶海鹽加疊豆花 它是抹茶海鹽加疊豆花 最近IG很紅的 你等一下拍照一下 好 我等一下拍一下 我現在是冰淇淋大夫喔 真的好開心喔 它這是疊豆花 然後加日本的抹茶 然後 還有什麼 海鹽 喔 海鹽 然後這三個混合成的 然後這是最近IG很紅的 這一個呢 是我最愛的榴槤 我告訴你不誇張 然後我跟它走進去 我在門口全部的人都在吃 這一個 我跟你講 它融化的很快 然後呢 好我覺得我先拍一照 對 對 你很忙耶 終於兩個剛剛拍完了 但是 你現在太忙了 真的有點太忙 我要來吃一下它這個 它的抹茶超好吃 它不舒服那個 明鏡 不是不是 阿根 而且它不舒服阿根大師 因為其實我滿喜歡吃阿根大師的 阿根大師的抹茶其實有點苦苦的 味道 它 因為蝶豆花本上好像沒什麼味道對不對 所以它 海鹽的味道比較強烈一點 我覺得這次還滿特別的 這個是我迫不期待的 它榴槤有分兩種口味喔 一個是貓山王 一個是金枕頭 但因為貓山王台灣真的比較少 所以 我選了貓山王 超濃耶 鹹甜鹹甜的 冰淇淋 好笨喔 這裡每個地方都超級熱鬧的耶 我想要先開這個耶 很貴 這個東西好像是你 不知道多久之前跟我推薦的 因為我想說你怎麼會沒吃過呢 我真的沒有這樣單獨吃過 這通常都是沾什麼東西阿 有點像糖香的東西 蜂蜜嗎 蜂蜜或糖漿 你知道為什麼我以前都沒吃過嗎 為什麼 我覺得它這樣長得很像 鼻子氣喔 我這樣知道 我覺得它長得很像那個 就是重感冒的鼻子 吃看看 我先吃一點點原味好了 應該沒有什麼味道吧 沒有味道 對啊它一定要當那個 好吃耶 就是很簡單的好吃的一個東西 我相信這個是自己做的 因為它沒有那種不自然的Q 它算Q的算合理 對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你要不要吃一個 看是不是你小時候的味道 對啊就是這個味道 可是我們小時候的那個 那個糖漿阿 會屬於很像蜂蜜那種濃濃的 比較水 對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自己買蜂蜜 自己單也很好吃 OK我們下一站 GO 走 怎麼辦我現在有一點努力的 在克制自己 我發現大家一直在看我 現在有一點 尷尬啊 一塊雙蜜 怎麼了 鄉下地方 比較沒有這種氛蜜是不是 不是 不能這樣講 還超級久 終於買到了 欸它真的是滿滿的芋頭籤欸 然後加他們的特殊醬料 來吃一下吧 看人家都是10顆10顆在買的 我還要瞬間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人啊 這個芋頭籤 鬆鬆的 然後有點脆脆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它裡面的肉 它裡面有包容 甜香 我覺得排這個還滿值得的 其實這裡超大的耶 超級大 我都覺得好像一整天灌不完 因為吃了太多了 對 我們今天買了這一間 它叫米沙豆嗎 是變三嗎 米沙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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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它是日文的米沙豆 欸我瞬間會耶 它是九州的一個燒餅 不要特別偷看喔 顏色很明顯 它叫米沙豆 然後它是九州的一個燒餅 然後它叫小叛名 然後它現在呢 有個季節限定是直屬口味的 就我想說既然是季節限定 當然要點這個 甜的 我咬上面然後上面瞬間爆汁耶 它的口感有一點像 皮比較厚一點點的麻薯 然後裡面就是包那個紫薯 這是我滿用香的吧 它起來很綿對不對 好的 畢竟它是甜點 交給我了 這個東西我交給妳了 沒問題 OK 交棒 我發現了一個很誇張的東西 十塊錢的食物 魚丸湯 一定要來喝一下 來一碗十塊喔 絕對好吃 我要一碗 一碗 真的一碗就夠了嗎 謝謝十塊 這個甘蔗做的喔 哇 甘蔗做的 這甘蔗湯 哇 你甘蔗做的 甘蔗湯 甘蔗湯 好 裡面可以做 好香喔 我第一次喝到甘蔗煮的 煮的 湯 它都是旁邊聖腸 手捏的耶 可以耶 OK的 好值得啊 其實一碗十塊 太誇張了 我沒有看過這個價格 重點是它裡面還有蘿蔔耶 好好吃喔 1000CP值最高 真的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我們待會下一站見吧 GO 超酷的 還是小護士 這個盒子應該可以留這雙 其他東西 其實它還沒有什麼 小護士的味道 布丁 它就是布丁 所以我覺得應該跟奶酪差不多 我吃它吃 嗯好吃耶 這我可以 真的 有 扁你 做什麼 他吃 一下 對 這聲音有比較小欸 欸這個這個這個 欸我很喜歡這一個欸 不是我記得就是拍啊 你看前面那個 哇 線材快的欸 現在現烤現吃嗎 那個味道聞到了 要不要買一份 太酷了 他還直接用這種紙包裝 這不是以前他會都用這樣子裝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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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很像那個烤魷魚的香味 然後你看軟軟的 好好吃喔 很香 它超像那個烤魷魚的香氣 然後它裡面就很 很溏心的那種感覺 我第一次這樣吃 我第一次這樣吃欸 我第一次這樣子買 我覺得蠻酷的欸 還好 今天要比較 今天要多一點 今天要多一點 哦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還蠻特別的 這個叫半邊井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旁邊的介紹 我的志不在於吃 我的志在於打 我來帶大家來到這邊就是 我認為很就是很好吃的麵線糊 雖然就是我覺得各有所好啦 但這間真的是我覺得最好吃的 你知道以前的麵線糊都怎麼吃嗎 欸好像我聽說是用喝的 對 那怎麼喝 怎麼喝喔 裝在塑膠袋裡面喝嗎 對 它就是裝在我們一般的那種 透明塑膠袋 然後以前那個古早味飲料 是不是都這樣束著 然後直接這樣吸嘛 但它這個是 因為它是麵線糊 所以它是這樣裝以待之後 然後這樣倒著吃 哦 好酷喔 就是你在路邊你可以看到 隨地就是大家就是 拿著一袋 然後在那邊倒著邊吃 邊逛街 倒著邊吃邊逛街 這個我是真的沒吃過 你要體驗到底感覺嗎 沒關係 喔好 那我們進去裡面吃吧 對了我待會要講 就是在它隔壁 還有一間很厲害的肉羹 對所以我們待會也是吃一下吧 好 我們先進去吃麵線糊吧 Let's go 麵線糊 欸其實我不太知道麵線糊跟 麵線實際的差異在哪裡欸 但我用我自己的方式來翻譯 就是麵線糊它 你在吃它的時候 它不會讓根根分明 我們一般吃麵線是不是比較根 你可以吃到它那一條一條的感覺 可是它比較沒有 而且它比較細的感覺 你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比較細 然後再來是它裡面有肉跟 油蔥 然後跟香菜吧 有那個小蝦米跟肉 喔小蝦米喔 這就是絕對台北吃不到的味道 我就是懷念的味道 欸我平常吃麵線是不會加醋的 畢竟今天不是我自己吃 所以我不能加太多醋 我怕你被酸死 又是這一味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我覺得它這裡的醋 跟我們平常吃的烏醋 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它有一個特別的香氣 對 它多一個會回甘的味道 對 我們平常家就是酸酸的而已 它就是有一個 甘甜甘甜的味道 這就是南部的魔力 下次好不好再來 我超想再來了 是吧 而且這邊根本好多東西 根本拍不完啊 等一下這一碗就交給你了 加油 加油 拜拜 這一間也超有名 我上一次來的時候 大排長龍 好懷念喔 它有三種根的感覺 欸三種 一個是魷魚 一個是肉根 然後這應該是 魚酥吧 甜甜的 它是味道 好喝 吃一下它的肉根 好喝 它這肉根好好吃喔 都一個甜甜的味道 有一些味道 它不是真的多厲害多特別 但它就是一個回憶的味道 好啦我們從天亮到現在天色也已經暗了 就是今天一整天下來 你覺得這個老街怎麼樣 還沒吃完 還沒吃完 你還有胃可以吃喔 我的還沒吃完是指 這邊好像很多東西 我們都沒有吃到 還沒有開發到是不是 沒錯 我今天來這邊 就只是帶大家 吃一些 可能我之前來 然後吃的東西而已 如果我們還有下次的機會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 挖掘一些 我沒有吃過的東西 我也這麼覺得 你覺得怎麼樣 那下一次來 我來功課給你做 你就找一些 你想吃的 麻煩 廣告的網友以下留言 就參考 謝謝 欸你不可以這樣通懶吧 那邊咋的推薦 才會比較帥地好使 也是像那種什麼 榕樹下阿伯的蝎仔麵 好啦 也是有道理啦 那今天整體 你最喜歡吃什麼東西 剛剛講 可能有點對其他 不太好 但是 十塊的魚丸湯不錯 你怎麼這樣 為什麼 去哪找啊 咋摳欸 喔對啦 它讓人家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因為它十塊 就是它的食材又用得很道地 然後又用甘蔗 去熬啊 什麼之類的 其實還挺用心的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 也是便宜 也是好吃 但是價格沒有像到 這一個那麼驚豔 對吧 對啊 而且老闆他剛才又再請你喝一碗 對啊 幹嘛偷講 我想說沒有拍到就算了 幹嘛偷講 而且老闆給我三顆 就有點開心 怎麼樣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到了 最後別忘了幫我訂閱一下關注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還有訂閱一下我的IG啦 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拜拜